大家好 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5月11日星期六 这里是纽约22月 ALEXX 这个渠境的辞职连美国的 CNN 都注意到了 CNN 专门发文章说 中国高管强烈支持有毒的职场文化引发反弹 并让他丢掉了工作 这个事件导致百度公司的副总裁 公共关系主管渠境被迫自职 CNN 介绍说 百度常被称为中国的谷歌 他的前副总裁兼传播主管渠境的争议性言论 刺痛了年轻员工的神经 这个年轻员工早已经厌倦了繁重的工作 和无情的工作压力 这个事件引发了中国搜索隐形巨头的一个公关危机 在上周发布在抖音上的一系列的短视频中 副总裁崔静谈到了他对事业的投入 严格的管理 还有风格 还有对直接下属的不厌其烦的要求 在一段的视频中 他猛烈抨击了一名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拒绝进行50天商务旅行的员工 当时大家都知道 中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旅行的限制和隔离 在另一个视频的片段中 徐静分享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母亲的个人牺牲 他说他工作太努力了 以至于忘记了大儿子的生日和小儿子在学校读几年级 他还说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选择了成为一个职业女性 如果你从事公共关系工作 就不要指望周末休息 你必须保持着手机24小时开机 随时准备接电话 在另一段视频中 他还威胁要对投诉他的员工进行报复 称他们不会在这个行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美国的心理协会 已经将有毒的工作场所定义为 是一个充满了内讧、恐吓和其他侮辱的环境 这些都会损坏生产力 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之后 徐静失去了自己在百度的工作 CNN 还看到了一张公司内部人事系统的截图 似乎证实了他不在百度工作了 徐静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道歉了 并表示说他视频中说的话就是个个人观点 并不能代表百度的立场 一名高学历强背景善于解决麻烦的公关 就为了他的公司在公共关系上 制造了一系列的超级的麻烦 实在是令人意外 当然其实这并不奇怪 也不偶然 他是被困在了一个巨大的暗网里 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大企业 几乎都会配备一个团队 来处理他的公众形象 以及在社会上他要从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 如果拥有一名能言善变的公关人员 讲述公司的战略 并向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公众传达这个信息 自然是企业的福气 但是多数时候 评判公共关系人员的基本的 首要的准则为 要通过对话 让目标受众和组织建立在信任 乃至成就一个共同体 简单来说 就是说你作为一名消费者 你如果对一家公司的产品不熟 不理解不满意 虽然公关并不是生产这个产品的人 但是他就会使出18万5亿 给你解释、聊天 让你点头认可直到买单 这是一个持久战 要做到的前提就是一定要诚心诚意和共情 进一步来说 员工在工作中的严刑举止 就是反映了一家公司的价值观问题 有一张截图显示 徐靖及其公关团队的人 都被要求在各大社交平台搞自媒体 并与年终绩效刮钩 百度公关的成员都被要求去运营 个人的短视频账号 宣传百度的产品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直接对话公众 为自家的产品带货 雷军在小米汽车上刮起了一个营销之风 把过去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牌车企的老总统统 都给他赶进了直播间 小米汽车销量的成功 姑且说是成功 他进一步宣告了 如果你不占领消费者的注意力 竞争对手就会去占领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抓住了人的注意力 一种常被忽视的核心稀缺资源 就抓住了现代商业竞争的本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那些没有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竞争 就会逐渐局限于它的自身内部 还进行不断的复杂化的无效转变 最终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 过去做大企业的思维都是 先有好产品 后有市场 然后再去占有市场 提升占有率 比如说乔布斯的iPhone 现在做企业的思维反转 变成了先瞄准规模 占有市场掌握了话语权 主动的改变游戏规则 这种行为其实在美国是违法的 它其实已经触犯了反垄断法 你不可以垄断话语权的 当人代替产品成为了抢占注意力的 关键因素的时候 所有上场的选手都在赌博 自然有的人变红了 网红 有的人变网黑 相比产品的问题 有整家企业原来是应该共同承担的 现在就变成了 这个镜头前面这个网红要承担 5月9号的下午 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 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崔珊珊 他们开了会了 对于这个瞿镜事件还进行点评了 李彦宏现场表彰了百度的优秀员工 他说你们才代表百度不是这个瞿镜 你们才代表真实的百度 结果瞿镜头一天深夜发布了这个道歉信以后 第二天就突然离职了 其实这是一个坑 离职也是要讲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合同法 如果公司单方面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针对瞿镜这种高管 需要向他支付经济补偿 高管的补偿金额是由法定上限的 但是通常会在合同中单独谈判并详细规定 他在百度三年年薪是千万 他带了几千万离开 应该是没太大问题 但是很可能他没有带那么多赔偿 而且是主动提了离职 说不定还签了个保密协议 为什么这个曲小姐很可能就被李彦宏他们耍了呢? 理论上说有人爆料 说这个曲小姐不是被挖来的 他是当初毛随自荐来的百度 刚来百度的时候 动荡的公关部确实对他寄予厚望 但是慢慢发现这个人似乎肚子里没货 也没有过硬的关系 现在他原本就在公司里面也很挣扎了 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了 凭这些在百度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紧急做个人IP 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好巧不巧又碰到了申哥 专门做短视频发家的头子 他去紧急学短视频课程 结果完全不考虑百度大公司 上市公司的现实状况 短视频需要制造矛盾制造冲突 所以你看他的视频才制造矛盾制造冲突 他的一顿输出就搞成了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高层肯定是不满的 因为股票跌了 所以就诱导他又到朋友圈发道歉信 表示说他自己没有事先征求公司的意见 不符合相关的流程也不代表公司的立场 结果就上当了 他这个澄清变成了实锤 心里又是背锅又是认错 满满的一个求生欲 导致大家都以为他道歉了 他求生了 百度就留着他了 结果不是这样 第二天百度就和他切割了 这件事的矛盾点和看点在什么呢 就是说公司和员工做切割 一般的流程都是由公司出面 说谁是临时工 说谁是谁的行为 不符合公司的章程和流程 擅自怎么怎么样 然后再直接开除 但是这么做 公司就要支付高额的赔偿金 肯定这个曲小姐也不认了 说白了 做短置评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得到领导的首肯 是不会在全公司全员推进下去的 如果高层事先批准了这个行为 这个锅就不能让曲小姐一个人背 所以也不知道哪个高人 站在李彦宏一边忽悠了曲小姐 他只要在朋友圈一认错 等于他就扛下这个锅了 所有的负面的错误确实是他的 所以这番忠诚的表白 其实是起了反效应 他真的没想到 在某程度上这个朋友圈 就成为了他违反百度公司 这个规定的失水 留下了对他个人极为不利的证据 这个公司自然就达成了足够解聘的条件 在和曲小姐的谈判过程中 自然也占尽了主动地位 所以他就不能找任何借口 失字打开口了或者留在公司了 至于是不是 百度的老板娘从美国紧急飞回来 亲自解聘 这个还是目前为止只是谣传 设处最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任何一个公司或者组织想玩你 都有一百种方法 防不胜防 就是说你作为真正的社畜 打工人在公司里 就是老老实打工 在公司里什么背锅甩锅扛锅 都成了一个家常便饭 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决定坚决甩锅 不能一概而落 所以一定要狡猾的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比如说你的上司 当他对你有足够的信任的时候 你很重要的是 希望帮他扛锅你可以扛 但是领导对你没信任的时候 你上司没信任 还想拉上几个垫背的 那就是你要干的事情 坚决不认 千万别承认做错的事 自己给自己冲刀 现在这么看来 这个曲小姐真的是没有背景 充其量就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 当然了 曲小姐也很聪明 他不是吃醋的 他已经七七八八预料到自己的结果 所以他在4月25号 就已经注册了一家公司 叫做WakaWaka 亲自任公司法人 业务涉及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 估计马上自己就要开启直播带货了 理论上说 他用名牌利用百度的资源平台做个人IP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心怀鬼胎 他也是狐狸 也不带大家看看 都是千年的狐狸 不要玩什么聊斋 而这家新公司的持股人 除了这个瞿镜以外 另一个人叫做周绍欢 这个人 据说和他和这个瞿镜在深圳开公司的人 是他在百度任职期间的一个助理 这一次 因为百度是世界级的公司 他给百度造成的巨大的公关灾难 到底是他的无心之举 还是他的有意为之呢 打个比方 他作为百度的社交媒体 他怎么能带领百度的员工 跑到抖音去拍视频呢 而且他提前在上个月 就已经在外地注册了个相关业务的公司 作为一个大公司的副总裁 是不是真的已经提前闻到了什么味道呢 早早的给自己准备了后路 实际上对百度而言 理论上说 其实这个瞿镜对于百度的杀伤性 并不是他说了一些价值观不当的话 也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员工 这都是表面现象 也不是他的公司新闻损害了百度的现象 我看最重要的是他不顾百度的形象 带着他和他的手下 跳到了其他的视频平台上拍视频 收购流量 这个举动我认为是对百度的伤害最大的 因为实际上说 百度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流量的制造公司 他是一个专门制造流量的专业公司 他的副总裁竟然跳出来到其他的平台上 蹭流量 这说明了什么? 只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说百度已经没有什么流量了 所以他的副总裁才跳出来 像一些野生的自媒体博主一样 到其他的平台上拍视频 这也是让百度股价下跌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是李彦宏决定把副总提出局的重要原因 毕竟百度需要让他的股东们知道 这个区境是可以被替换的 百度公司并不是没有他就不行 所以一个以狼性的工作态度为自豪的女高管 最终被他上司以更加狼性的工作态度踢出去了 这就是下场 这就是那些每一个以狼性为自豪的打工人的最终结局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压根就分不清 什么是狼性文化 什么是狗性文化 在一些中国的职场上推崇狼性文化的人 他很可能自始至终就是个狗 他是个狗性文化 而自己却不自知 因为在自然界里 狼是最讲究情感的动物 他们会尊重狼群里的每一个职员 无论是在危险的时候还是和平的时候 要照顾怀孕的狼 生病的狼 受伤的狼 衰少衰老的狼 给他们免费的食物和安全庇护 让每一只狼都能找到归属感 这才是自然界里的狼性文化 可是自然界里的狗性文化呢? 自然界里的狗 稳定性远远不如狼群 当然狗是从狼进化来的 他们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 因为狗群里的成员 几乎每一只都表现得非常残忍自私 对于狗群的成员也非常挑剔 如果狗群的某个成员丧失了捕猎的能力 那它往往就会被毫不犹豫的赶出狗群 就成了落荒的野狗 所以狗群的成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变动 所以我说狗群其实是没有归属感的 你对狗群有利用价值你可以留下 你对狗群没有利用价值你就得滚蛋 这就是自然界里的狗性文化 所以总结一下 在提倡所谓的狼性文化的中国公司里 千万不要做狼性的打工人 因为只要发生作为 发生意外发生错误 你就会被更加狼性的上司毫不犹豫的把你踢出去 让你去背锅 所以你不会有归属感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要随时准备做好独立单干做老板 要么只好在公司里做百依百顺的舔狗 千万千万不要去做狼性的打手 早早的留后路就可以以防不测 以求安全 如果你觉得我的这番评论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订阅,点赞,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